今天我又来到我们这边批发市场呢 听说我们这边有最新版的六亿礼盒 那今天呢我也是准备来搞个一盒吧 六亿礼盒呢 我怎么没有看见呢 我找一下 应该是这个吧 六亿礼盒 搞个一盒 再来一盒 据说这个六亿礼盒里面呢 是随机种八种形态的大头赛罗呀 那我今天选个两盒 希望这两盒里面开出大头赛罗是不重复的吧 然后我再来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吗 这个是火影的哎 火影的这个最新版吗 这个是什么版本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 那搞个两个吧 这边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的话我也搞个一个吧 然后这个是伞耀版啊 伞耀版我也搞个两个 这里呢 这里呢是这个散光版啊 我们也是搞个一盒 这个散光版的话看着蛮炫酷的 然后我本来说想多买几盒的 可是老板说这里已经没货了 还有最后一盒被我买了 那我们把这东西全部拿去 结账吧 哇塞 今天可能又要大出血了呀 今天买了这两盒六亿礼盒也付好钱呢 这里呢 一共又花了一千多块钱吧 我的天哪 最近这两天都大出血啊 那咱们现在就回家去 再猜猜吧 走 现在呢我已经到家啦 回来的时候 幸好我妈没在家呀 不然她看到我提了那么大一袋的奥特曼考篇的东西 我又得挨骂了呀 对了 之前我买的奥特曼考包呢 还有很多的 我们也是挑眼过去 等一下一起拆掉吧 这个英雄对决的挑个几包 哇这里还有ES版本的哎 不说我都忘记了 然后呢再来一包最新买的CP6弹吧 然后这里的这个SL版也是拿两包吧 然后我记得还有五元包的吧 五元包也是拿个两包三包吧 等一下过去拆一下 好了我先把今天买的所有东西拿出来吧 这是一盒卡油的火影忍者急风钻 这个呢我也是第一次拆 这个也是新出的吧 你看第一弹 然后这个的话我是买了两盒 然后这里 这个是第一弹的闪耀板 然后呢我好像也是把两个吧 都是第一弹的 这里还有一个急风钻的 也是第一弹和刚刚那个不一样的 再来 这里呢还有一个第一弹的闪光板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两大盒 六一里盒啦 这里还有一盒 哇真不错呀 那这些东西加起来呢 一共又花了一千多块钱呀 首先呢我们来拆一盒这个闪光板 啊这个设计呢又是要用剪刀剪开的呀 这就不能设计一个像炫彩板那样的吗 直接从两面就可以弄开了 这个还要用剪刀来剪 哎呦真的是 来把这里面的补充包拿出来 然后呢有一张 然后呢有一张W4R的特定加奥特曼复合型 然后这里有几包补充包呀 哇塞居然有四包补充包呀 那咱们直接开拆吧 先来第一包 哎一张UR的白金卡怪兽的 再来再来 看一下这一包呢 一张USR的达伊盖伦 单千零怪兽的 再来 看来这个闪光板和之前的那些什么烈焰啊 那些感觉都是一样的呀 这一包SR的 还有一包 看一下这一包呢 SR的 感觉真的这个和之前那种什么闪焰烈焰一样的呀 只是包装换了一下名字换了一下 接着呢我们拆一个这个闪药板试一下 这里面呢好像也是四包补充包 然后呢是这个黑暗特定家负面的哈 这个也是需要用剪刀剪开的 非人的设计啊 这如果在外面拆 这还没办法弄开了呀 哇塞真的是非人的设计 哇真的服了 来把这里面的撕包补充包 拿出来 然后呢还有一张WCR卡啊 全部把它搞出来 真的难弄啊 我都直接想 爆脾气直接上来了呀 然后呢是一张WCR的 黑暗特定家 蛮帅的 这里面的补充包呢 我也是拆掉吧 看一下 第一包中的一张SSR的 特定家奥特曼威斯卡路比拉 然后呢还有一张UR的 特定家奥特曼白金卡空重型 这里面呢还有一张3D卡 是X奥特曼的 再来再来 看一下这一包 一张LGR的迪亚布罗 然后又是一张HR的 艾克斯奥特曼 这个怎么像极了最新版实验包呀 来看一下这一包呢 又是一张横版SSR巨型卡 然后一张UR的罗属奥特曼金沙 然后又是艾克斯奥特曼3D 哇塞感觉这个和实验包 没有什么区别好吧 就只是包装换了一下 这里呢又是一张SSR的巨型卡 然后一张UR的塔尔塔洛斯白金卡 然后一张尼尔斯奥特曼的HR3D 感觉刚刚那两种版本的卡包拆的都没意思呀 就感觉是把包装换了里面的卡 和之前开的那些都没什么区别呀 哎呀只是换个包装而已嘛 那接下来呢我搞一个这个 活影者的试一下 把这个撕开 这个全都要用剪刀剪呀 小版本用剪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 开这种卡没办法徒手撕不开呀 这里呢有一张LR的波峰水门 也是挺帅的一张LR卡啊 这里面呢有四包補充猫 拆掉拆掉 全部拆掉 看一下活影者的 诶一张SSR的 然后呢有一张TGR的透明卡 天呐这是一个很Q版的一个人物诶 再来看一下 这一包呢 一张TR的也是这种Q版的 别说那个Q版还是蛮可爱的呀 看一下这一包一张TR的 来继续 看一下这一包 一张SP卡耶 这个可以啊 没想到这里面还中SP卡呢呀 当然还有一张TR的日向初点Q版 刚刚呢我不是在我家里面 拿了一些另外的考包吗 咱们把这些考包也拆了 来一包CP 把它搞出来 看一下这一包会中哪一张CP卡呢 这也是蛮期待的 我们来看看吧 来来来 前面都是一费卡 一张SSR的高斯奥特曼 满星卡 一张SSR的银河奥特曼 然后这一张CP卡居然是 洛亚奥特曼的 居然是神秘4R的CP啊 哇塞可以可以也是蛮帅的 然后这张3D卡 则是有魂才有特定渣的 哇塞这个3D卡我还是第一次拆出来呢 帅帅帅帅帅 看一下这一包 首先第一张就是一张横板聚琴卡 然后一张UR的打工白金 一张HR的怪兽 这一包不小很妈 再来这把五元猫拆掉 看一下SR的 然后呢这个是EX版本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拆出BCR卡呢 一张LGR的怪兽 一张HR的也是怪兽 全是怪兽呀 我不想要怪兽 看一下这一包呢 有没有BCR呢 一张横板的SR聚琴 一张耐克赛斯的鱼儿白金 一张HR的安东拉3D卡 这里呢还有两包英雄对决的 咱们也是拆掉拆掉 看一下SR的 再来还有一包 看一下这一包 哇是一张S7R的耶 带牢们 签名 可以可以 看来今天运气不错嘛 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的主角了 六一礼盒 呃我想的是今天我拆有那么多了 这个六一礼盒的话 我就留着六一拆 好吧 呃但是呢我这忍不住呀 那我就打开给你们看一眼吧 好吧 就看一眼好吧 把这个薄膜给它弄掉 然后弄开 诶 还没弄的 撕开 哇塞 这个包装也是有点皮质感耶 也是挺不错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看 别人说这里面能种八种形态的大周晒罗耶 打开看一眼吧 我不猜好吧 打开看一眼 哇塞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个板子吗 这个是个烧火板嘛 这个 然后这里面呢 有勋章 有卡套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哇塞 水晶卡砖耶 哇 我的妈呀 帅呀 然后这上面呢就是补充包 就是那个可以动 打头的补充包呀 那咱们今天呢 这先忍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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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着六一的时候再猜 好吧 给它盖起来 那今天呢也给大家猜了很多新版本的烤包啊 但是呢 有些烤包怎么说呢 就感觉包装换了 里面的卡其实就感觉是原封不动的吧 然后呢 今天猜出了好卡呢 我觉得比较好的呢 就是这个CP包里面猜出这个 洛亚的CP啊 是真的可以真的帅 然后呢还有一张HR的 有魂神套特定家的3D卡也是挺帅的 然后呢 我猜了一个火影忍者版本的猜出一张SP卡啊 运气呢也是不错的 其他的呢 就没什么好卡了啊 然后至于这个六一礼盒呢 你们也别说我小气啊 说什么 呃什么我不猜啊 什么之类的吧 我等着六一的时候再给你们猜吧 好吧 我是买了有 我两盒的 但是说不定你们多多给我本期视频点赞啊 我明天就给它猜了呢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视频别跟我点播关注 在这张 我是萌宾斯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